我們要用最短時間裏達到最大輸出 而最大輸出就是剛剛提及過的陣容配置 衷心感謝大家的一定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 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繼續和大家玩回劍遠遠征啟程 上次影片以一個無課玩家的角度 介紹了一些關於PVE的隊伍配置 今次影片繼續承繼上次影片的無課玩家角度 到底我們的迷夢關卡有甚麼心得 以及有甚麼思路可以在關卡中獲得更高的排名呢?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 Let's go! 我們挑戰迷夢關卡時 對於角色的練度都會有一定的要求 特別是對一些無課玩家或是月卡檔的玩家來說 角色的練度根本就不可以跟課金玩家的角度相比 導致我們挑戰迷夢關卡時 角色的選擇都會有不同的限制 在這個情況之下 挑戰大部分的迷夢關卡 我是不會特意上一些純坦克角色 純坦克角色即是哪些角色呢? 上次PVE介紹過的獅子或炮女 在今次的迷夢關卡是完全不適用 取而代之的我會用一隻高星的輔助角色 當前排坦克使用 這樣會令到我們陣容配置多了位置 前排的位置可以上多隻加Buff角色或輸出角色 好像現時介面大家看到陣容配置 我們目前正在挑戰這個雪怪 雪怪的終結技能或他的異技都會有一些控制效果 留意首領的異技分別有三個不同時間 10秒、40秒和70秒 我們要儘量將隊伍的坦度 要撐到BOSS施放第二次和第三次技能的時間 例如40秒和70秒 基於目前挑戰的雪怪 會中斷我們奶爸的治療效果 所以陣容配置方面 我會使用雙人 就是整個隊伍的核心補師 至於蠻血暴落的三隻核心角色 我就會落在卡卡、紅巴和阿德 卡卡之前影片介紹過的有些減傷機制 而紅巴在第一次影片也和大家介紹過 他自身的終結技能以及異技 是可以疊加一個碎甲狀態 碎甲狀態最高上限疊四層 就可以透過紅巴這兩招技能 降低BOSS的40%護甲值 降低完40%護甲值 我們就會上兩隻輸出角色 之前也介紹過的阿德 以及組成新秀前期免費獲得的經濟 大部份的迷夢關卡 我就會以這五隻角色為核心 而主角的天賦技能 我分別會用蘇醒術或啟明術 如果撐到40秒我就會轉回啟明術 啟明術是會根據我們最後排的角色 施放攻擊速度提升 所以擺位角色方面 我們儘量將主書出手 放在主角前面一格 另外的副屍位放在旁邊 雙人的放在旁邊 打完紅巴打卡卡 打完卡卡打雙人 打完雙人再打經濟 以及阿德 大致上排位就是這樣配置 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看到紅巴透過他的技能模組 令到BOSS頭殼頂有減防機制 然後透過雙人的被動效果幫助恢復血量值 其實我們前排已經不夠坦度 然後到70秒 BOSS施放最後的2技 最後的結果就達到50% 如果前排坦度不足夠的話 大家可以考慮上骨王 骨王除了有吸血技能 霸體機制之外 也可以透過他的2技 靈魂剝奪 令到對方承受的傷害 可以直接提升直至戰鬥結束 他的光防機制是弱化版的紅白 所以骨王在迷夢關卡裡 也有一個不錯的發揮性 大家要記住 作為無課玩家是有取捨的 我們要用最短時間達到最大輸出 而最大輸出就是剛剛提及過的陣容配置 假設無課玩家或月卡檔 在頭1至2個星期 我通常都會以經濟作為迷夢關卡的核心角色 等到阿德提升到神話家或巔峰家 才會考慮將經濟換下來 否則的話 這個就有大部份迷夢關卡的隊伍配置 還有一部份上次PVE的影片沒有跟大家說 就關於我們的商人店兌換 競技場商店 我們是優先換換了經濟 達到神話家階段 然後再換回商人 至於迷夢商店方面 一開始我換了一些耀光帝國角色 但見到耀光帝國的角色 一直歪了去蠻血暴落 所以把心一環就將迷夢商店的部分碎片 換了卡卡以及阿德 如果無課玩家的話 建議前期直接換換了阿德 除非大家的心願清單 一直都抽不到紅包或卡卡 否則的話我們優先賠優的就是阿德 以上的就關於我目前挑戰迷夢關卡的小小心得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覺得綁到手的記得按下個讚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下訂閱鍵 和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們知道 怎樣少得的記得加入我們Discord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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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